冲 跟我冲过去 你 走别乱动 糖天机在我手里 你要想让我活命 就把城门给我开开 秦岐飞 别干傻事 咱们有话好好说吗 没什么好说的 肯立明 你要想让你妹妹活 你就把城门打开 秦岐飞 我放你走没问题啊 可是你想想 日本人能放过你吗 邵左不仅仅是我的妹妹 她更是夏川大佐的女儿 我不会爱谁女儿 告诉你 你要不开城门 咱就同归于尽 哥 你想看着我被炸死吗 赶紧同意前夫队长的要求 把城门打开 打开什么放心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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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开车 开车 大夫 他没事吧 问题不大 暂时性的休克 等他醒过来 我再给他做个检查 好 谢谢大夫 您慢走 大夫 我真的没冤枉 我倒了八辈子 先没了我 我一心一意为 大日本帝国消耗 你们还冤枉我 说我是杀人凶手 是内鬼 是惡敌 我怎么是内鬼了我 我挑剔黄河 我也洗不清你 前复队长 听得出来 你说的全是真心话 只要你现在 让我开车回城 我可以立刻为你平反 还你情牌 你放屁 我怎么回去 我都这样 我把你劫持了 我怎么回去啊 我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不会的 你挟持我 是为了讨回一个公道 我可以理解的 理解什么理解 我告诉你 唐天琪 我现在没有回头了 这主人们鬼不鬼的日子 我做够了 你放心 只要你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就放你回去 我动得了 我做够了 你 唐天琪 唐天琪 一个骗子 老子抓住你 把他们张死你 删开了 仔细搜 是 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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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快 快 快救救他 赶紧送到一股市 快 明天琪 但在手里带着 子让你走 找犯人 赶紧送到一股市里 我的背贼 你都可否给你 赶紧送到一股市民 那些人还没了 尼哥 我接受了河廷长官的意见 派了两个特工 甲义营救前一飞 想套出她的真实身份 可我没有想到 前一飞会劫持 看来前一飞的身份 果然是有问题的 她还招出了两个同伙 大炮还有白脸 天津 前一飞的话你也相信啊 我要审查大炮还有白脸 至于前一飞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命 不是 天津 你刚受伤 还是先养一段时间再说吧 对 先好好休息休息 怎么着 我一提到白脸你们俩就紧张了 放心吧 我只是立心空事 我倒是听昨晚的预警说 白脸是要找前一飞成亲 她是个失忆的人 肯定是让前一飞给迷惑的 对啊 天津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胡来 万一要是冤枉了白脸 那岂不是让那个前一飞得逞呢 前一飞这个人 你又不是不了解 她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我倒觉得现在 应该把那个大炮仙 抓进了好好身上 小佐 我有事要向你回报 哥 田队长 我心里有数 你们先出去吧 好好休息 跟制作电话上的图公说 白脸不过危险 这外的坚硬 我看白脸你确实被前一飞给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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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暂时先不要调查白脸 让咱们的内线盯紧了 另外 立刻给我搜捕大炮 是 明天不过 那么多人 把我们还能够 我看好 我看白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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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 你怎么办 我看白脸 我看白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 上级告诉我们 我们的其中一位同志 他就是天小晚 那现在怎么办 马上和天小晚取得联系 到时候 clicks文雄 今晚8点 进一五通九号 取另一只手铁 老妇 这 Donc手铁 我有其中一支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的手镯都是成队买的 我给你双倍价钱 只要起了一支 那不是 你 这 你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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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们抓我 是干什么呀 放开我 放开 大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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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你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知道 小左 白天醒了 他醒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是 他有点不对劲 还是去看看吧 你还记得 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记得 我叫白灵 怎么了 小满 天明 你怎么回来了 下船少佐 下船少佐 白灵 你能够康复真的是太好了 天明 这么长时间你突然消失了 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我们都急死了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总之 不管怎么样 你这次能够康复 真的是老天对你的眷顾 你失忆的这段时间 下船少佐 一直非常关心你 他一直希望 能够唤醒你的记忆 所以 白灵 你一定要记着 下船少佐 对你的这份情谊 你什么意思啊 我失忆了 大夫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头部 再次遭到了撞击 估计刺激了神经 不过 却因为这样 恢复了记忆 看来这是阴火得福啊 白灵 那你现在还记得些什么 说给我们听听 我就记得 那天前一飞打电话 约我和田队长吃饭 然后就中枪了 前一飞和田娇满被困在车里 后来车子也爆炸了 然后 再然后 再然后 从爆炸到今天 这段时间你一直是失忆的 完全不记得之前发生什么事 甚至于不认得我 有这样的事情 如今啊 父辈母辈都已经过去了 就剩下咱们这几个年轻人 实处不易 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感情 麻烦 就是 你 原来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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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夏川少佐 天祺 谢谢你之前对我的关系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我被枪击的所有过程 完完整整地告诉你 小姨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你好好养伤 等你好利索了 就回县政府上班 给我接白灵家 喂 是我 白灵今天出院 给我盯紧的 有情况 随时向我回报 好 怎么突然就回复记忆了 让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这是上级的秘密 万海涛吗 不是的 是利有其人 谁 这人我也不知道 可能万海涛也不清楚 他操控军统 在玉天镇的所有工作 不说这些了 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送你回家 让你好好睡个安稳觉 谢谢 谢谢 周县长死了 周县长死了 前一妃这个混蛋也跑了 我竟然还被她挟持 差点丧命 该死的全都乱逃 小组 很多线索都断了 继续掉下的可能是 越来越少了 我要好好理一下 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问题 前一妃一直都在喊冤 仔细想想她不像是在说谎 那周县长为什么被人杀害 他手里肯定握着什么人的把柄 下转 少组 严肖马和前一妃车上的 那个齐灵器我都安装好了 好 先从他们查起 严密监听他们各自的谈话 有情况立刻向我回报 是 小组 你想到什么了 我让周县长监听田小满 然后他就死了 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田小满身上 你会一天烧忙 证明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监听的带子 带子现在在哪儿 他就在哪儿 报告 没有 报告 报告 没有 再仔细地搜一遍 连老鼠洞也不要放过 是 乖宿 殿杰 这是干嘛呢 随便看看 这哪是随便看看 跟袍地 要不然我帮忙 咱们应该紧快地破案 不然搞得政府人心黄黄的 不用 听队长 这里面你什么事 去帮别人拿 好 盛总 这是当天的记录 7月26号 周县长的确领得三番录音带 三盘录音带 嗯 那这三盘录音带 在哪儿呢 到底出什么事了 周县长手里到底有几盘录音带 两盘啊 不是都被咱们毁掉了吗 一个在周县长手里 还有袁秘书被发的那一盘 问题就出得着 刚才我听后勤科的人说 当时周县长拿走了三盘 三盘 唐天琪现在正在四处搜索 这个袋子的下落 看来她对前一飞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要重新调查周县长这个案子 这第三盘录音带 要是落在她的手里 咱们可就麻烦大了 可要是 这第三盘录音带 没有任何东西 那不就找不到任何证据了吗 不能做这种假设了 周县长和那个袁秘书 都是人精 他们也许会为自己留了后 无论这第三盘录音带 有没有录音 都必须找到她 不能喊 我明白了 可是 现在连唐天琪都找不到 咱们到哪儿找去 去周县长的 原秘书家里都找到 转过后啊 让她多留心 好 保证 报告少佐 带人搜了三遍 翻了个顶望天 周县长家没有发现录音带 撤队 是 收队 原秘书家没有 周县县长这里也没有 那这盘带子到底去哪儿了 我想起来了 我记得抓钱一飞那个晚上 我跟火花在县政府门口 看走了大炮 鬼鬼祟祟的 大炮 你干啥去啊 不行 堕的 不说 不说 有有有有 大炮 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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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在我们是老街坊的份上 我什么时候在那儿出去啊 出去 你还想出去啊 我是大炮 你也是钱一飞身边的红人啊 他跑了怎么就没带上你啊 什么 杰队长跑了 是啊 要不日本人抓你干什么呀 你呀 要怪就怪你那主子 他是个特务 你觉得日本人能饶了你吗 王哥 王哥 你帮我给唐父亲掌带个话 就是我想见他 你帮我这个帮 我必有重心 你有钱 不 我有宝贝 宝贝 宝贝 好 好 好 大炮 大炮 唐副宣长来看你来了 唐副宣长 唐副宣长 我是冤枉的呀 唐副宣长 我冤枉啊 你老实点 敢耍花样 老子一枪毙了你 行了 没事 先出去吧 是 大炮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唐副宣长 求求你救救我 让我出去吧 唐副宣长 我相来相去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能救我了 你都这么信任我呀 唐副宣长 钱一飞是个王八蛋 丢下我们不管了 天天满肯定是不会救我的 就更别说下船少佐了 唯独只有你 能杀了小泽 日本人都没有怪罪你 权限救您的能耐最大了 大炮 你说我怎么救你 你现在跟钱一飞 是有连带关系的药犯 不 我 我有宝贝 我有宝贝 我给你宝贝 你把我数出去 宝贝 对对 什么宝贝 好 好多 好多宝贝 我把他藏在那个 龙翔互动三号 我留个草队 草队下就是 好毒的 大炮 既然那你这么信任我 如果要真是宝贝的话 我会想办法救你 谢谢唐副宣长 谢谢唐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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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点吧 来点吧 来点 不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好好跟我合作 老老实实交代 合作 合作 交代 交代 交 交 交代什么呀 简易飞被抓那晚 有人看见你从政府大楼里出来 你都干了什么 我 我干什么了 我没干什么呀 我 我什么也没干呀 好 现在不说 那咱们在审讯室说 别别别别 简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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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我说我说我说 我交代 我说啊 我说 简易飞跑了 我也想跑 怕受牵连 想跑可又没有钱 我想去弄点盘缠 所以我就偷偷跑到周县长那儿 想在他那儿偷点东西 你知道吗 周县长那儿是个大贪官的 那官子都是买的 他肯定有钱哪 所以我就进去偷了点东西 那你拿了什么 我 我也没拿什么 我就拿了一个盒子 里面装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弄了半天也没弄开呀 盒子有多大 有多大 这 这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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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 对 这 这就那么大 盒子呢 盒子 盒子我倒给唐父亲成了 我让他帮我输一条命 老板 醒醒好好给你了 醒醒好 你开盒子 他希望你回种 bills 一招 四分之后 二半 我哂 而已 夫人 您刚出院 多注意休息啊 王妈 你费心了 没啊 对了 之前我买的那束白色的花 怎么不见了 那花是几个月以前的了 早就蔫了 我给扔了 如果您喜欢啊 我明天再去买 瞧我这细心 都忘了 这个一会儿给您拿到楼上去 不用了 把这个扔了吧 这么好的东西扔了多可惜啊 反正我也不喜欢 留着也占地方 扔了吧 莱儿 我给你带了一好玩意儿 这是我托人啊 从省城给您买回来的 这音乐盒 你一人烦得闷的时候啊 让他陪你解解闷 嗯 刚才我经过咬泡店 看到这个 我还没人吃了 而且不是看自己是放过哪个朋友 他就看不懂 感觉 他就看不懂了 他看不懂 他不买吗 他就你得不买了 你得爽 你得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这个消息 我非常高兴 白莲啊 我对你的机智和勇敢 感到非常敬佩 对了 这次商机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给 请 哥 什么东西啊 好东西 大炮想收买我 我呢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再贿赂贿赂赂你 我现在哪有心情玩这些 我现在 只想尽快 找到那三盘录音带 我就一直觉得奇怪 你现在为什么 非要去找那个带子呢 万一那个周县长 什么都没录呢 说 报告上错 我脱下 喂 喂 说话 电视讯科吗 帮我查一下 打到我这儿的电话 从哪打来的 走 警迹 restor 报告上阻 刚才的电话 是从〈伏心经叠堂里的 这 哪 不是 很轻松 你 站住 皇妈 我没想到你竟然会见识我 说 谁只是你的 是 是 是唐天琪 夫人 我真的是没办法呀 撤 天明 我正要找你呢 怎么了 你怎么没有跟天琪去执行任务呢 我去提审大炮 据他交代 要贿赂你放他出狱 对 有这么回事 怎么 收贿你也要查呀 天明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他交给你的东西呢 他交给你的东西呢 怎么 收贿你也要查呀 全给天琪了呀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我就是想 看看大破有没有撒谎 搜过没有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包个稍妥 什么都没有 废物 重要线人 就这么没了 王妈 王妈怎么死了 白小姐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问我 我早上走的时候 王妈还是好好的 怎么 她到底做错什么 你们要这样对她 白玲 你少血口喷人 我血口喷人 好 那你告诉我 这个地方这么偏僻 你们怎么发现王妈死的 而且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什么都不知道 说对 又不是 你不能带到这条路 你不能带到这条路 你如果要杀手 你不肯定 我能带到他 你不肯定 你能带到这条路 少佐 少佐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下船 少佐 出什么事了 来 副官 少佐 这是怎么了 这是 下船 少佐 干吗发这么大的火箭 都给我出去 天琪 你别生气嘛 滚 捡队长 队长 怎么样 拿到了没有 没为什么 我们的设计 没有 跟这个家人 不小 不过 真的 没有 我们的 中文字幕 把 放置 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